解读建筑,我们今天解读十大迪拜著名的建筑 迪拜不能够只是单纯的去发展石油的产业 为了长远的利益,他们开始大力的发展旅游业 如果要大力的发展旅游业,建筑就是中间很重要的一块 迪拜将有钱从建筑上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他们很多的建筑都是非常疯狂的 我们看迪拜风中的烛火大厦 这可不是风中的残烛 我们看非常的妖娆,像女子在跳舞 这是最著名的疯狂的建筑 大家可能都知道迪拜的帆船酒店 唯一世界七星级的帆船酒店 因为一位记者去那里住宿了 不知道用什么形容那里的好 那就用七星级来形容吧 最小的房间一百七十平米 一个晚上一天也需要一万多人民币 最贵的需要十三万多人民币 会吓坏很多的宝宝的 所以很多人说去过迪拜 我看很多人这些著名的建筑 他肯定是没待过 迪拜海底酒店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住宿 住宿 不过它比七星级的帆船酒店稍微便宜一点 不过也不便宜 五千五百美元 一天 五千五百美元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睡觉的时候 鱼就在你身边游动一样 海底酒店 世界第一高楼 迪拜哈利法塔 一百六十九层 包括地下的 一百六十九层 八百二十八米 观景台设在一百二十四层 世界第一高楼 绝无其恶 但是为什么上帝还不毁掉它呢 我们不是说八别塔造高塔 上帝把八别塔给毁了吗 那为什么最高的塔这里没有毁呢 显然呢 是不同的时代 显然是不同的理由建设的 那不一样 似摩天伦的迪拜 钻戒旅馆 我们看起来好像摩天伦 其实是钻戒旅馆 每一颗钻石都代表着一个房间 很稀奇 这个房间就像摩天伦 房间只有转道和主体建筑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可以出来 听听就好神奇 独立旋转的迪拜 达芬奇塔 这个更加神奇了 又叫无洞的大楼 它的每一层楼都能够独立的旋转 整个楼也不会倒塌下来 旋转一圈 九十分钟 一个半小时 所以这栋楼 不时的都可以在变换着外形的 太美了 太神奇了 所以迪拜 它的建筑绝对是独一无恶 浩聚资的棕楼岛 你希望不希望有一天 这样介绍你的住家 我就住在这浩资 一百四十亿美元的棕楼岛上 这里面就有我的一栋家宅 然后呢 告诉他在地极枝岸上 是不是非常的酷炫 迪拜雪穷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 因为迪拜很沿着 冬天根本不可能下雪 那为了增加童趣 雇到孩子们 他们就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 也只有迪拜才能建得起 这么大的室内滑雪场 还有哦 人工岛上的迪拜漫步 这里充满了未来的元素 未来城市的感觉 充满科技感的艺术表演中心 一看它的建筑就好精彩 里面的表演肯定是很精彩 我们看到外面的那个大海 那是波斯湾大海 这就是迪拜的十大著名的建筑 希望朋友们有机会都去迪拜玩一玩 亲身去体验 感受一下那里的豪 那里的有钱 拜拜